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朋友也好,亲人也罢,当一个人突然不再联系你,不是没感情了,而是这个原因,任何关系,从亲密到疏远,都是从不联系开始的,如果一个人,原本与你十分亲密,经常主动联系你,你们之间无话不说,关系匪浅,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,不再主动联系你, 你是不是会感到很疑惑,忍不住胡思乱想呢,没有一段关系,会无缘无故的疏远,如果疏远了,一定是有原因的,一般来说,原本关系匪浅的人,不再主动联系你,多半是以下几个原因,不想打扰你,在乎一个人,只要能联系,一定会联系,怕就怕,想联系,却已经没有了联系的身份,有很多恋人,有缘无分,无奈分开,各自开始新的生活, 但在内心深处,依旧保留着一份对过去的眷恋,因为眷恋,所以舍不得断联,偶尔聊聊天,说说话,就会觉得很开心,很安慰,可是,这样的联系,难免会给双方带来麻烦,一开始或许没什么,但时间久了,谁也不敢保证, 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,只好不联系,不打扰,各自安好,如果一个人,一个与你有过情感关系的人,曾在一段时间频繁联系你,与你聊很多,后来却不再主动联系你, 很可能是因为,对方意识到,这样下去对彼此都不好,于是选择了克制,减少联系,甚至不再联系,不联系,不一定就是忘记,只是把你放在心里,生活中不再打扰,希望你主动联系,一个原本经常主动联系你的人,突然变得沉默了,不再找你了,可能是对你失望了, 什么情况下,会对一个人失望呢?比如,一直以来都是对方主动联系你,而你的态度,也总是淡淡的,没有给到他想要的回应,因而对你,感到失望,任何一段关系,如果永远只是一方在主动维系,都是不可能长久的,哪怕这个人非常在乎你,也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冷落于末世,当一个人攒够了失望,就会转身离开,或者用沉默的方式,试图引起你的注意,在他看来, 如果你还有一点在乎他,在乎这段关系,就会主动联系他,人都是渴望被在乎,被温暖的,如果总是一味的付出,一味的主动,而得不到任何回应,终有一天,会心灰意朗,选择放手,放手不等于放下,即使不再主动找你,内心也依旧在等你,根本没有想到你,人是会变的,曾经对你一往情深的人,后来也可能对你毫无所谓, 当一个人对你毫无所谓的时候,别说主动联系你,可能根本不曾想到过你,你以为你们之间刻骨铭心,但在对方心里,你早已不再重要,这种情况下,即使你主动联系,对方也只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,礼貌地应付一下你,如果你后知后觉,没有意识到,他其实对你早已经不在乎了,你就会很困惑, 为什么每次你找他,他都会回复,语气也很好,但他却从不主动联系你呢,你甚至会为他找理由,难道是太忙了没时间,或者是害怕打扰你, 其实,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,你对他来说,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,连不联系都没关系,他不会再主动问候你,关心你,你和他之间,只是熟悉的陌生人,如此而已,感情的世界很复杂,有些是只能认直觉去判断,如果一个人,以前对你很伤心,后来对你很冷淡, 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,都希望你不要过于在意,看看些,看淡些,这样才能活得更轻松,更快乐,你说呢,产生矛盾,伤了感情的情分,感情就像是镜子,一岁,难以守护,一旦有一道细小的裂缝,就很难复原,人与人之间相处,有时很微妙,看似很深厚的感情,却有可能会被一条细缝而瓦解,嘴上虽说不在意,心里却有了永远跨不过去的隔阂, 在这世间,任何一段感情都会产生摩擦,产生磨合,产生冲突,但是,如若有些事处理不当,伤了彼此的心,便会伤到感情的根,心里有了隔阂,心里的伤,便很难再愈合,如果彼此的心都打上了结,很难解开,那么关系也很容易越来越远,人都会下意识地去保护自己,被伤害过之后,就不敢再无条件地去相信一个人,所以,有些人被伤害过, 便选择了转身,再也不相见,仿佛,唯有彼此不再见面,不再联系,才能恢复瓶颈,当一个人,慢慢不再联系你,往往是因为,彼此之间,因为有些事,伤了心,产生了隔阂,对你没有了好感, 不愿意再费心维系彼此之间的情感,没有利益可图,无法再合作,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本质,其实是利益交换,简而言之,如若你有价值,那么许多人都愿意和你做朋友,如若你的自身体现不出价值,那么,你可能会成为别人无效社交中的一员, 司马迁史记中写道,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,人与人之间相处,再好的感情,其实都是利益置换,所以,当一个人不再联系你时,努力想想,你与他之间的差距,是不是越来越大了,在这世间奔赴,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易,没有人,愿意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,投放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身上,生活的路上, 一个人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磨难,就已经很疲累,谁也不会拖着一个无用的人走太久,若是,一个人慢慢不再联系你,不要去追问对方是什么原因,而是学着默默提升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,因为,当你足够优秀,当你让别人有利可图时,你会迎来更多的人脉,三观不合,聊不到一起,每个人,在这个世间,都有自己的择有标准, 但是,几乎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我们不会结交与自己三观不合,没有灵魂共鸣的人做朋友,当一个人,渐渐不再联系你,也许是因为彼此的三观差距太大,而选择了疏远 庄子中写道,锦蛙不可以与海,下虫不可以与兵,如若两个人之间三观太不一致,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层次,格局和立场便会拉开很大的差距,彼此做朋友,精英感情便会很吃力,并且可能在生活中产生摩擦,成为对立面的人,三观差距太不相似,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很多口角, 是非会感觉到两个人做朋友,没有一点心有灵犀的那种灵魂共鸣之喜,当一个人,渐渐不再和你联系,可能是因为和你聊不到一起,如若与人相处,你也觉得他人与你三观不合, 当他渐渐不再联系你时,不如学会成全,不再打扰,若是三观不相似,彼此之间相处,总是言语不合,经常争吵,没有一点默契,那么,再好的友情也会破碎,面对三观不合的人,选择远离对彼此都好,人生路上,寻找让自己舒服的朋友圈子,才是更明智的选择,别人进步太快,一个人不再联系你,可能是因为别人进步太快, 而你的个人价值太低,即使曾经两个人能一起愉快地谈天说地,聊日常,聊理想,但后来各自有了不同的发展,导致层次不同,也无法在逾越的相处,和一生肖默中的英辉,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回国为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大学捐款,并且演讲,之前的同学约他见面,他去了,可待了几分钟,就借口有事离开了,同学们虽然生活得也不错, 但在事业上,还是被他拉开了很大的差距,他们聚在一起,聊的是八卦,对他而言,这样的聚会,根本没有什么意义,层次不同,无话可说,不再来往,是顺其自然的发展规律, 作家孟斯曾说,聊天交友,不在表面自居的高雅与庸俗,而在表达的内心是否一致,两个人,思想碰撞,不出什么火花,随便聊一聊,都不在一个频道上, 只剩下虚假的客套和寒暄,没有思维共鸣与碰撞的人际交往,没有实质性的意义,聪明的人,会果断放弃这样的无效社交,没有时间再经营彼此的感情,生活中,有太多的事情要忙,忙着赚钱,照顾孩子,学习新知识,总有太多的理由和借口,没有办法维系彼此之间的感情,各自忙碌,成为了彼此疏于联系, 不用心经营感情的理由,二师不活二中,罗燕,江小国,梁爽和段家宝,曾约好毕业之后,每一年都要重聚一次,可是,到了相聚的时间,大家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失约,大家都为各自的失业而奔波忙碌,每天总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,直到,有一天,罗燕遇到危机时,大家打电话,却联系不上他,心里万分着急,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上重要的事情, 跑去找他,人生路上,盲目,有时让朋友之间,没有时间维系感情,尽管,没有联系,但是,彼此之间的感情,依然没有减退,自然,许多感情的淡漠,也是从彼此不维系感情开始的,许久不联系,当你想要再联系曾经的朋友,会发现,彼此之间的感情,已经十分淡薄,彼此之间没有了共同的话题,即使打电话联系,也不知道说些什么,已经不知道, 该如何与对方相处,人生路上,真心的一些停留在你身边的人,感情需要经营,才能维持最初的那种灿烂,与朋友共同成长进步,不做落后的那个人,当你与他能站在同一高度时,可以跟上他的脚步,才能与之一路前行,保持初心不变,即使朋友有了不同的追求,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赤诚之心, 不要总是奔波忙碌,真的在乎一个人,要懂得停下来,给老朋友一个简单的问候,珍惜那些一直在你世界里,陪伴你的人,不要辜负真心对你好的人,不要让感情随风逝去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